傳球會員 大家好 我是傾鵝人 我是Theris 很高興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參加HackZone 那我今天要帶來的其實是一個超大的坑 我來挖了一個大的坑是黑農松 那目前正在跟農委會這邊正在做提案的動作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 我們希望可以把Hack跟小農可以整合在一起 那我們想要做的這件事情就是 以往我們沒有去做這樣的Crossover的動作 那可能之前像阿貴松他們有在運作這一個方面 不過我們很需要農地還有很多台灣土地相關的議題 很需要各位的幫忙 那我們希望說可以用創意發想的方式來協助 那我們這一次進去農委會之後發現 它裡面其實在Open Data的部分整理得非常好 那之前唐鳳正偉這邊也有去做一些像 蔬果果菜即時資訊的資料 那很可惜的是我們做的這些平台 其實就連他們內部也很少有人知道 那我們希望說這一次我們進去會把更多的資料拖出來 然後這邊也歡迎大家運用不同的所有的方式 任何的形式 然後可以一起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目前預計是在11月的25跟26號 那應該會在台北創新實驗室這邊來舉辦 那我們希望這一次在辦的過程裡面 就是包含實體然後網路 還有媒體的報導都會進來 那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就是包含政府單位 然後這一次我們協辦是跟影科技 那除此之外的話我們也有找了我們的好朋友 是上下游這樣子 那所以會把兩個不同的業界跟平台串連在一起 那我們在後面在黑農松這次的評審 那評審的部分我們這次也邀請到就是吳英寧 他是那個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的總經理 那今天過來也是剛好邀請唐鳳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農委會的話 其實就是吃的部分應該是還不錯 我們會用那個比較好的食材這樣子 那每顆雞蛋都很香 對很大顆 然後除此之外 我們的獎品 我們獎品跟人家送的東西不一樣 我們希望可以送整株的果樹 而且小農直播 直接寄到你們家 對 對 那那個想要吃水果的朋友 就是歡迎11月25、26號 對然後我們今天都會在現場 那我們有兩位同事在這邊 然後我們在FB的粉絲團上面 我們現在已經有開了黑農松的籌備處 那你們是第一個聽到這個訊息的 對 然後如果說 到時候大家有時間 歡迎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謝謝